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很有趣的老师 我想大家应该蛮熟悉的 就是这一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市长 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疗主管 但是我很确定的是 柯P是一个好老师 他非常的涵养丰富 而且幽默风趣 信手拈来都是有趣的临床案例 所以在讲外科加护病房 这种很繁杂的事情的时候 却可以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有趣 可是即便是这样好的老师 在他讲了20分钟 30分钟 50分钟以后 场面来到我们各位所熟悉的 这个样子 这一群台大医学系的学生 理论上最会读书 也很有学习动机 可是为什么 幽默风趣的老师 配上学习动机墙的学生 创造出来的教学场景 是这个样子 那时我就在一直想 在我大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读到了一个人的报道 我豁然开朗 这个人是谁呢 是萨尔曼可汉 可汉学院的创办人 什么是可汉学院 是全世界最大的线上教育平台 比尔盖茨有一天发现 他的女儿在看这个网站 竟然学会了他前一天 教不会的一员一次方程式 他怎么会被一个网站打败了呢 后来他仔细研究这个网站 才发现 当你可以把影片放到网路上 互动式练习题放到网路上的时候 学生学习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看到这个我很兴奋 因为他录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我都还算OK 所以隔几天 我就录了这些中学的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把它上传到YouTube 过了几个月 开始我收到一些回馈 有一个来自花莲的家长 写信给我 告诉我说 吕医师 谢谢你上传这些影片 我没有钱 让我的孩子去补习班补习 但是这一次 他第一次在高中的物理 段考当中考了及格 有另外一个正在准备学测的 一个高中生 他也写了一个信给我 他说 哎呀 冠委学长 我第一次搞懂三角函数里面的sin cosin的sin sin 不是sin 罪的意思 哇 我突然发现 哎 这个录录小影片这件事情 好像有一点点价值 同一时间来到了大七 当实习医师的时候 我再加一科 在皮肤科都有不错的表现 甚至拿了最佳实习医师 原本我想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条医疗之路吧 可是有一次 当我到台大云林分院的时候 我遇见了一个阿姨 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去看这个阿姨她生病的状况 结果呢 她旁边有一个小妹妹 我就顺口问了这个阿姨 说哎 你女儿在这边陪你啊 结果没想到这个阿姨跟我说 那是我孙女 我吓了一跳 我跑去看病例 发现这个阿姨 也才36岁而已 结果确实 她有一个20岁的女儿 然后她这位20岁的女儿 有一个4岁的女儿 我以前以为 我考上台大医学系 我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 不是其他的关系 可是我突然想 如果我是她 在那样的家庭环境 跟背景下 我可以有同样的机会吗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 Nature上面的一篇论文 非常地有名 叫做心智国富论 它在讲的是 每一个人的智慧跟聪明 在他人生历程当中 的一个增与减 很显然我们前面是一个 学习的历程会慢慢地提升 后面会慢慢地衰减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前半是上坡 后半是下坡 当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应该比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聪明一些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向上的力量 包括家庭 包括教育 包括社会的刺激互动 到比较老年的时候 可能是运动 或者是一些医疗的部分 可是同样的 我们的人生 也面对向下的拉力 我突然想到 这个孩子 他的挑战是 他的向下拉力一定是更大的 所以他能累积的资本 可能是少的 而且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是 他的向上推力 还是更小 当一个医生 非常有价值 他可以做的事情 特别是对弱势的人 可以去想办法 拉高 他后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可以减缓 心智资本的衰退 必须要靠改善教育 才有可能 把前面整个拉起来 提升 心智资本的累积 我大七 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 在我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医师的路 考过这个医师执照 当住院医师 当总医师 考过专科医师执照 然后当组织医师 当病房主任 然后最后呢 出来选台北市长 另外一条路 教育的路 录了一些影片 好像帮助了一些人 可是他到底可以干嘛 坦白说 我不那么确定 我知道他帮助了一些人 但是我连怎么养活自己 我都不知道 不过后来我想 年轻总是要敢跨出舒适圈 我已经考过医师执照了 所以如果我去闯闯别的事情 失败了 就算两年后 三年后 回到医疗界 当住院医师 我的同学变成我的学长姐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心里面没有遗憾 反过来说 如果我事都没有事 我一定会当一个 不专心的医生 因为我心里面 有太多其他的想法 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当一个不专心的医生 是对不起病人的 所以呢 我就决定跨出舒适圈 就遇到了我现在的老板 方兴舟方董事长 他那个时候刚刚好 卖掉了 陈志科技 他所创的一个公司 然后退休 他也知道了可汉学院的事情 他很想要做相关的事情 他懂科技 但是他没有做内容 没想到我大五大六意外 录的那些影片被他看见了 他觉得哇 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机会 经过他几次诚恳的邀请 我决定加入 加入了以后 同时认识了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所熟悉的 严长寿 严总裁 两个基金会 就一起来思考 怎么样翻转台湾的教育 这个是2012年 PISA 也是全世界教育领域的人 最重视的一个国际间的一个考试 我们来看一看2012的结果 以数学科为例 它显示出的状况是这样子 纵轴是表现好或不好 台湾非常不错 看到在第四名的地方 可是横轴代表的是教育公平性 越左边就代表公平性越低 台湾的教育公平性 在我们的邻国当中 是相对是低的 什么叫做教育公平性 就是从所谓的高射精背景的家庭 所出来的孩子 他的表现就普遍叫好 而低射精背景的 他的表现就普遍叫不好 这个是我们认为 教育上不应该存在的不公平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是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程度落差的问题 台湾在邻国当中 其实是在全世界当中 我们是程度落差最大的 我们位于整个图的最左边 我们前10% 15岁的孩子 比后10%的孩子 程度多了七年 差了七年 怎么会这样子呢 从现象上来看 刚两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简单整理成 教育公平性 跟程度落差的问题 讲更白话一点 你活在的一个环境是 出生即决定人生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一旦落后 就不容易追赶的地方 你觉得这样的社会会幸福吗 它的核心的病因到底在哪里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弱势跟偏乡孩童 他们的生态是需要翻转 他们特别需要被帮忙 因为他们原本的家庭 他们的社会参与 那个原本应该是向上拉力的地方 其实都是比较不足的 向下拉力还特别多 但是反而这些地方的孩子 他的家庭的支持性是低的 另外一个困境是 就算没有这些偏乡的问题 不代表没有程度落差存在 因为在台北市 在高雄市 你依然可以看到 前面的孩子跟后面的孩子 落差很大 而且不是只是因为 前面孩子跑很快 还真的是因为很多后面的孩子 远远跟不上 我们的教学方法 还留在工业时代的 一体适用的模式 我们期待用一套方法 一次讲课 解决所有人的学习需求 而且当其中考考完了以后 你考60分 这其他40分 并不会好好的检讨 你就得要继续下去了 所以整个评量机制的回馈 是非常的慢 我想当中有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 均等的机会跟一流的教育 当中是不是一个 可以同时达到的 在社会上存在一个东西 是可以平衡均等跟一流的 其实那就是网路科技 如果你去看网路上 存在的东西 基本上它能够活下来 它的功能上 或是品质上 其实都不会太差 而且它对于能够上网的人来说 它的机会 基本上相对算是均等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教育的领域 善用网路科技的力量 来提供均等的机会 一流的教育资源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军医教育平台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学习的内容 分两大类 一个是教学短片 一个是互动式练习题 教学短片除了数学 是最完整的 其实还有电脑科学 有英文 也有自然科 各式各样的物理 化学 生物 还有社会科 像是公民地理等等 或者是音乐 可是我们都知道 影片 它顶多取代的 就是讲课的部分 学习不是只有input 不是只有输入 学习需要反思 需要输出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练习题 可是练习题 如果只是僵硬的 死在那里的题目 其实非常可惜 它应该要是能互动的 能启发的 所以在军医上面的题目 你可以看到 它问了一个题目以后 如果孩子不会 它可以去点橘色的提示键 然后呢 系统就会一步一步地引导它 问它一些问题 就像是一个老师 或大哥哥大姐姐在旁边 接下来一步一步地 把整个算的过程 就是跟它显现出来 然后最后才让它知道答案 那当然 这时候输入答案的话 就是必须要跳到下一题 跳到下一题以后 如果这题它会 它直接答对了 它就可以获得点数 所以这就是一个 学习输入跟输出的过程 而在有这些内容的状况下 如果有适当的机制 就可以让这个学习更有效 所以呢 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军医上面的题目 你答对了一轮以后 你就会升级到等级一 再升级到等级二 再升级到等级三 然后最后呢 它就升级到经手 也就是把你学会一个东西的界定 它分多次一点 让你隔六小时 隔一天 隔两天 需要上来复习 不是用短期记忆 来解决考试问题 它希望能够把学习的内容 深化到你的长期记忆里面 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你获得点数的一些鼓励以后 然后分数的累积 最后你可以换适当的徽章 适当的图腾 这很多的小朋友很喜欢 讲到这里 在座的朋友可能就会问 诶 那就不用老师啦 大大的相反 工具其实更是需要老师家长 进来协助 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所以平台上面提供了 教练的一个功能 可以做学生分析 可以做指派任务 包括你可以看到学生 哪一个观念不好 所以红色的就是卡住的地方 然后你点进去看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诶 这个孩子在哪一题 他会 他哪一题不会 他哪一题还有看相关的提示 或者是他哪一题 他还有看相关的影片 电脑科技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什么都可以记录 所以他还可以记录 整个答题的历程 所以这个孩子 在一开始看了题目以后 过了七秒钟 诶 他决定按一下提示 可是他没有把提示按完 他再过了几秒钟 他答出正确答案 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看到这个答题历程 他就会思考 这个孩子不是不会加法 他不会的是需要 敬畏的加法 因为2加4 还有1加4加2 他会 所以老师反而可以 更根据学生 他不会的地方 找出这些需求点 然后最后 指派适当的任务 来协助他 给他搭基础的音架 所以简单来说 军医教育平台 就是透过这四大支柱 在协助学生 自主学习 也协助老师 跟家长 因材施教 现在被用得怎么样呢 现在军医教育平台 每一个礼拜 有6万个人 上来使用 而且每一天 有1万人次 来看这些影片 然后习题 被做了超过10万题 所以孩子很喜欢 Hands on 实作 我们来看一看 各县市 国小到高中生 每周使用军医的比例 都市还蛮爱用的 台北 新北 高雄 桃园 可是 天乡用得更多 在宜兰 在花莲 在台东 超过4%到5%的 国小到高中生 每周上来使用 军医教育平台 如果只看国小的比例的话 很有可能 是超过10%的 所以 我们就想 这个工具 好像稍微 有一点点的可能 真的提供 均等的机会 至少这边 偏乡的孩子 也是可以用 可是再一个问题是 怎么用 我们知道 工具是可贵的 可是方法 其实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影片 跟习题 每一天的使用 在习题的部分 每天的高峰 是下午4到5点 大部分台北的朋友 都可能会觉得说 哇 这个应该是因为 安清班啦 等等等等 可是实际上 这个时间 会用这么多 是因为它是现场 补救教学的时间 也就是孩子 原本那个程度不好 他需要补救 那就是在下课后的 这个一个小时补救 为什么会适合用呢 因为军医教育平台的数学 是从加减法 一直到维积分 串联在一起 所以五年级的孩子 三年级的乘法不会 原本他在补救教学课 他继续再听一次 他听不懂的五年级 可是在军医教育平台上 他很容易回到 他的起始点 三年级 所以这个东西 很重要的就是 让老师 有一个简单的工具 带着孩子 回到孩子 应该开始的地方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影片呢 为什么影片用的高峰 特别是在晚上 诶 这个就有趣了 这个跟最近比较红的 一个教学方法 翻转教室很有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原本我们都是 在课堂里面讲课 然后呢 回家 孤单的一个人写作业 可是现在 既然有这些线上平台 为什么 不是让学生回家的时候 他可以用自己的速度 来学习 然后呢 他就算不会 还可以停下来 平常在教室 老师不能按暂停键 但是在家里 影片可以按暂停键 带着这些基础的 学习知识 来到学校里面的时候 原本的功课 变成可以讨论的素材 同学的功课 都会做完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训练合作 还有讨论的能力 这个我们都知道 是在社会跟职场上 更重要的能力 所以 我们很高兴地看见 在整个台湾 有一些地方 用军医教育平台 在补救教学 在宜兰 在花莲 在澎湖 有些地方 应用军医教育平台 在翻转教室 所以你看 连北一女中 这样子的精英学校 都用军医教育平台 上面的生物课 来做他们 翻转教学的素材 所以在课堂上 你几乎看不到 老师讲课 因为就是进行 这种启发式 互动式的讨论 而这样子的 翻转教室 绝对不是只有在 都会区可以发声 因为第一个 开始用军医教育平台 翻转的学校 是台东县的桃园国小 就是当我们在谈 教育目标分类 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 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理论 最基本的能力是 记忆 理解 一直到最难的能力 创造 我们平常在教室里面教 可能都强调的是 记忆跟理解能力 可是我们都知道更重要的 应该是创造 评估 分析这些能力 怎么训练这些能力 我们需要的是去想一想 怎么样的学习是比较有效的 原本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讲课的学习 视听的学习 可是你知道吗 小组讨论 实作 还有教别人 是更有效的一个学习方法 可以吸收的效率更高 所以有没有可能 在课堂主要的时间 我们是来做这些 高学习效益的事情 而其他的时间 或者是课堂部分的时间 你就可以善用线上教育平台 来建构最基本的能力 所以我刚刚说 在台东的现场 你会很意外地发现 二年级的孩子 在课堂上 用军医教育平台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不用单向的听课 因为他可以有 自己的速度学习 这上面并没有注音符号 但是小朋友反而会 因为原本在学数学 他想办法要解开的时候 他开始会认字 这是很特别的 而在台东的另外一间教室 五年级的教室里面 很有趣的是发现 课堂上 老师竟然让同学 看军医教育平台的影片 这样子每个人 可以用自己的速度 而老师要同学做的事情 是看完影片以后 学会照着这题应用题 自己出题给自己 但是故事听起来虽然好听 困难依然重重 因为刚刚的例子 毕竟是少数的例子 当我们要谈改变的时候 总有一个鸿沟要跨越 一个新观念 一个新工具 都会有领头羊 都会有早期接受者 他们很快就买账 但是大部分的人 他们会在一个鸿沟之后 叫做the chasm 为什么 这个鸿沟前面 是愿意尝试的人 愿意付代价 愿意犯错的人 可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需要完整方法 而且重视方便性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够好的 一个方便性出来 其实很多的老师跟同学 还有家长 是不愿意改变的 即便他的结果可能比较好 所以其中一个鸿沟是什么呢 就是软硬体 需要到位 刚刚大家应该有特别注意到 我在讲台东的时候 那一些教室里面 都是在有用平板 反而台北 新北台中 没有 差别在哪里 因为台北新北台中的 这些孩子回家他有电脑可以用 而这一些台东的孩子 他们的老师跟校长很认真 所以帮他们争取到了这些资源 可是如果不是这些 认真的校长老师呢 那其他的台东孩子 他回家还是没有资源可以用 所以网路环境需要改善 硬体资源 能不能有更多的适当的资源 在学校的里面 我们很开心看到 政府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我陪着毛治国院长到台东 去看了整个网路频宽提升的状况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网路工具 就越来越顺畅 可是软硬体 可能可以用基础建设的角度 来解决 更大的鸿沟 在人的心里面 跟脑袋里面 思维跟制度 要怎么样去改变 什么样的思维 就是教育的进度 学习的进度 不是教完 应该要是学会 这些东西非常的困难 因此 城市教育基金会 这个小小的基金会 我们虽然有远大的愿景 每一个孩子要拥有个人化 教育的机会 我们有远大的使命 要从弱势开始 因为在前面的孩子 通常已经比较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是我们知道 只靠自己 不行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里 因为唯有联合所有正面的力量 台湾才有可能 开始有一些翻动跟转变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 翻转台湾教育的契机 而这样子就有机会来关怀弱势 甚至有机会科学救国 让我们用科技 把黑板放上天际 只要能够得到天际的孩子 他就有自由学习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互动带回人际 让人与人之间 应该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有更深层的讨论 更深层的启发 将黑板带上天际 将互动带回人际 我是吕冠伟 这是我今天分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